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块40公斤的原石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每一年缅甸的矿场都会开采出来很多的石头 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多很多 但最终能成为玉石珠宝的 只占当中的万分之一 就像这块原石珠珠有40公斤重 但里面有价值的部分只有不到半斤 得到一块翡翠已经是一场苦旅 这是一件没有设计稿的作品 我们从水路当中取出来一个小小的界面 我们可以理解成这块界面就是探索这块原石的成本 我们通过试探这块界面的厚度 受光面等等 去找寻达到这块原石最美状态的要求 我们根据获行以及最终的结果 取出了其中一块将近10毫米厚的牌子 这样一块牌子如果是雕刻佛像 我们会去找佛头在哪 佛身又在哪 如果把它拿来做山水 我们会先去找山在哪 再找水在哪 但是这块石头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这块石头没有设计稿 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 我们先把材料的缺陷给划开 在划开缺陷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个观音的轮廓 大家都很惊讶 于是我们把原来的阴客 改为了阳客 去强调这个观音的存在 可惜成品的工艺感太强 把原石偶然美的存在给抹去了 于是我没有反攻 把具象的观音给还回去了一些 最终才找到一种狱中见佛 佛身余裕的交融感 它就像是光线在石头上流动出来的一个影子 又像是观音把自己藏在了这块翡翠当中 像这样的观音雕刻 大家会喜欢吗 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